黑色車旅車超車後 一路往前狂飆 後方的轎車緊追在後 輛車在國道上頑敏追逐 誰也不讓誰 就是因為如此 引發後方車輛不滿 超休旅車開槍 開槍的是他 25歲的離姓男子 他頭低低被警方移送 當天他和女性友人 要到台中玩 心經苗栗銅鑼路段 不滿被超車 竟然一路盡速追逐 還朝對方的車開槍 造成休旅車後方的一名女子 被玻璃化傷 警方從嫌犯車上 搜出一把PP槍 和鋼珠改裝的槍枝 他還懸掛別台車的車牌 日前台中才發生 後里國道槍擊意外 是個沒幾天又再傳槍響 實在不平靜 今天台中章話綜合報導 為什麼